看到吊車急著倒退 其他工人趕緊拿出手機錄影 因為 果然短短十幾秒 外側禁止了另外一輛大型機具 就突然倒塌 還好其他人車早一步移走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這起大型機具的倒塌意外 18號下午5點多 就發生在台南安南區的 九份子重劃區 原來外側倒塌的是一部 機裝磚絕機 當時週五的下班時間 正在進行機械保養 沒想到其中一隻油壓腳 突然故障 導致整部機具傾斜 最後出現倒塌 但會引發關注 原來四座的建築物 已經一棟棟拔地而起 因為當地最近五年的平均房價 已經從每坪不到20萬 今年上看33.85萬 其中還有建案 創下每坪37.52萬的新高價格 九份子重劃區 稱了台南開發的當紅炸子機 除了附近有生態國中小學 以及水岸建設外 由於台南都會區的北外環道路 第四期工程就緊鄰九份子重劃區 將來跟南科串聯 也讓整個開發前景 備受期待 光是今年最新的土地成交價 就逼近每坪100萬元 也難怪發生工程機具倒塌 立刻引發外界關注眼光 TVBS新聞顧首昌 台南報導